美国联总会公布最新利率决策 连续第四度按兵不动 并且暗示三月降息不太可能 加上科技巨头财报不佳 美股收黑 道琼下挫317点 来到38150点 跌幅0.8% 标普500也下滑1.6% 科技股为主的纳什达克 更大跌2.2% 利率不降 交了投资人一盆冷水 但是观察联准会声明 删掉了进一步紧缩政策的措辞 暗示降息可能在路上 至于时间点 要等数据给予更多信心 联总会主席鲍尔 肯定过去六个月以来通膨降温的进展 但是强调趋势要持续才是真正的降息讯号 投资人开始把期待寄托到5月 专家分析 美国最近几个月经济成长超乎预期 编准会审慎拿捏 就怕太早降息 通膨又再回温 明星人留言中报导 明星人留言中报导